我们所有的航天员 在太空都曾经做过同件事情 那就是透过闲窗寻找祖国 寻找各自的家乡 我们在太空飞船速度很快 我们现在在地面 一天是24个小时一个日出日落 但是我们在太空90分钟 就会经历一次日出日落 所以每45分钟就一个黑夜 45分钟一个白天 所以每到白天或者黑夜的时候 我们就会根据飞船的运行轨迹 如果在中国上空 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 透过旋窗去看 然后去找 如果是到了 无论我们哪一个人的家乡 我们都会相互提醒 马上到湖南了 我的家乡在湖南 在常德洞庭湖畔 然后每次他们都会提醒我 马上到洞庭湖了 最大的愿望就是 希望自己的工作也好 科研也好 能够为国家的航空航天尽一份力 能够有一些成果 真正的能够推动 我们国家航空航天技术的进步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这段卡片也送给你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非常难得 能够跟航天员 以及我们载人航天的团队 能有一个近距离的 这样一个接触和交流 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个 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个 给我们一个力量吧 就觉得非常的真实 这个是张璐航天员 亲笔写的一个 写的两句赠言 上面写的是 言有星辰大海 胸怀赤胆忠心张璐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们很好的寄托吧 非常的开心和激动 同时他在那里 就是给大家放了一段 他在太空的生活 还有他歌唱的歌曲 也希望我可以作为 其中的一份子参与进去 无论是香港航天 还是更多的一些航天 包括卫星这样一些事业中去 都是对于我们现在在读的 这个相关的航天专业学生来说 是一种很大的促进